甄嬛细细想来,鱼婴儿只是一个宫女出身,不可能想出那么精密的计划去害她。 肯定有人指使,为了查明真相,甄嬛决定借鱼婴儿的死来引出做贼心虚的人。 甄嬛吩咐小允子,假扮死去的鱼婴儿在宫中出没,丽妃撞进了,吓晕了过去。 等到她回到宫里,众人都去看望她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宫里闹鬼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,一时间许多人都心惊胆战。 丽妃和华妃一同回宫,路上鬼魂再次出现,丽妃由于作贼心虚吓破了胆,她风言风语,甄嬛看到了派人去禀告皇后。 丽妃经不住惊吓,说出了谋害甄嬛的事,华妃怕事情败露,叫人捂住了她的嘴巴,要把丽妃带去易坤宫。 甄嬛和沈梅庄及时阻止,华妃不依不饶,硬是要把丽妃带走,皇后及时赶到,留下了丽妃。 恶鬼再次在丽妃眼前晃过,她吱吱吾吾道出了于婴儿时事,皇后见丽妃口中所说的事事关谋害甄嬛的主凶,便把丽妃带入井仁宫。 要好好调查,华妃担心极了,华妃把曹贵人叫进宫商量对策,在曹贵人的提醒下,华妃想到丽妃已经疯了, 疯子的话是不可信的,曹贵人和华妃知道是甄嬛干的,很是怨恨。 众妃子去井仁宫给皇后请安,碰巧皇太后也在,华妃听了曹贵人的建议, 想在皇太后面前撇清自己的干系,把丽妃受鬼神惊吓疯了的事情告诉了皇太后。 皇太后很是生气,但她顾及大局,告诉皇后,不必再追查下去, 只把丽妃打入冷宫,卸了华妃协理六宫的权利,以示惩戒。 皇帝回到了宫中,对甄嬛很是担心,甄嬛并无大碍,皇帝就安心下来。 她告诉甄嬛,甄嬛父亲病了,而她撕了药下去,给甄嬛父亲用,旁边的幻璧听了,也很是伤心。 同样是甄远道的女儿,而她只是个丫鬟。 到了幻璧生母的忌日,她在宫里烧纸钱祭祀她的娘亲,却被曹贵人看到了。 宫里烧纸钱是犯忌讳的,曹贵人抓住了幻璧的软肋。 沈梅庄学习管理六宫的事情,知道节俭,管理很到位,皇帝看到了,很是高兴。 华贵到皇后宫里请安,皇帝和皇后在宫里不愿意见她,华贵很是生气,她又把曹贵人叫来痛骂了一顿。 曹贵人知道皇帝喜欢瘟仪公主,告诉华贵要带瘟仪公主去请安,然后替华贵求情,华贵才放她离开。